国旗不用中国制造的 美国你的自信去哪儿呢 大家好 最近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很有意思的法案 叫做全美国旗法案 事实上给国旗立法在各国都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是美国这个法案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 它要求美国联邦政府只能采购完全在美国制造的美国国旗 根据美国媒体给出的数据 美国国旗几乎每十面国旗里就有九面是由中国制造的 这里面还有一部分是中国制造 然后贴牌的是美国制造的标签 事实上这个比例放大到全世界可能都是实用的 因为大部分国家都是由中国制造他们的本国国旗 但是很难想象 既然会有国家要用立法的方式保证本国国旗 是在本国制造的 美国议员更是解释说 说美国国旗是美国人作为一个民族的身份 决心和价值观的象征 为了彰显美国国旗的重要性 联邦政府只能使用完全在美国制造的国旗 说白了 美国政府这就是想通过本土生产这个标签 来加强美国国旗本身的意义 可是它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都知道我们填门广场上的国旗那是上过太空的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跟美国显摆过 说我们的国旗是上过太空的 而如今美国它偏偏就神经兮兮的提出了 国旗要在美国制造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美国政府是需要通过这种方式 来锚定美国人对美国这个国家的认同 这其实就是一种极端的不自信的表现 事实上美国政府所有抵制中国制造的行为 在本质上都是它不自信的表现 最近的法国奥运会开幕式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抛开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们不谈 但开幕式上仍有不少东西展示了法国人的文化自信 说到底啊 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够渊远流畅的基础条件 那么问题来了 美国你的自信去哪呢 这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中国人自信的锚点是上下五千年远远流畅的文化 这是全世界的共识 正因如此呢 加强文化自信现在是国家层面都在推进的事情 那美国自信的锚点又是什么呢 是美国作为民主自由的灯塔和捍卫者的身份 这也是全世界的认知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在每次插手他国内政的时候 总要找一些民主自由和人权这些似是而非的借口 目的呢 就是为了师出有名 但是美国真的还是灯塔吗 美国真的是自由世界的捍卫者吗 说难听点啊 美国他要是自由就不会频繁发动代理人战争了 不会搞到美国国旗都必须要求是美国制造 这种奇葩法案 更不会高筑贸易保理 严防死守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了 有些美国人在发现美国所谓的民主自由都是假象之后啊 都陷入了崩溃 大家还记得那个自焚的美国军官压伦吗 他就是对美国失去信仰的美国人的缩影 说到底啊 在垄断资本和无良政客的操弄之下 美国的自信早就都已经成为历史了 现在的美国已经不再是以前的美国 美国所谓的精神早就死掉了 现在的美国只是一具行将就木的尸体了 好 我们本期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聊